東部還有南部的朋友要小心 最近因為擴散條件差的關係 空氣品質嚴重不良 可以看到像是這個中張頭雲嘉南 都是嚴重的紅亥等級 那麼其他西部地區 則是屬於對敏感族群 不健康的拘禁等級 只要一直到二十六號 也就是週五空氣品質不佳的狀況 才會緩解 熊熊大火從民宅串出 濃濃的黑煙不斷地冒出來 消防隊員緊急灑水灌咎 苗鈴二十號晚間發生了民宅火警 台中厚里也有工廠大火 不僅有燃燒後的黑煙 還產生明顯的栗狀物 都讓嚴重的空氣污染狀況 雪上加霜 因為這幾天天氣穩定 外加上環境風場的影響 擴散條件不佳 使得西部縣市空氣品質相當惡劣 包含中張頭雲加南空氣品質 都是對所有族群不健康的鴻害等級 其他西部縣市都是拘警 空污的狀況要一直到二十六號才會緩解 環保署表示空氣最差的中部地區已經請中火賣療電廠中鋼 等降載 也建議敏感族群 盡量待在室內 外出記得戴口罩等等 來避免不被空污 給危害身體健康 華視新聞 孫敏薛松前 烏兆清 臺北苗栗報導